双手合十 前程唱颂 马六甲大爱幼儿园育佛典礼 小朋友的恭敬心 令家长很惊讶 他们这样小 从开始练习到彩排 他们一路走来 可能是会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坚持的心 那些小孩都能够 就是很像大人这样的 进行整个典礼 然后很圆满地完成 真的很欣慰 御佛要虔诚 又要整齐华衣 小朋友在一个月内 练习将近十次 终于做到了 佛长 我要看佛陀 我拿了花 佛长盖出花 要看佛陀 因为要感恩佛陀 教我们做很多好事 不只小朋友起功敬心 庄严的气氛 家长也有感触 很好很好 因为它有一股很大的能量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都不是很和平 希望我们这种力量上天能听到 感觉到他的义佛的典礼很庄严 虽然是他们只是小孩子 但是他们都很懂得那些 好像那些 想他的规矩 老师教得很好 以恭敬心 展现宗教之美 孩子与父母 虔诚祈祷 把佛陀的祝福 与爱带回家 大海新闻 林慧珠 慈秋庆 钟建民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